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今早就說到 回稅一晚計劃 在7月初接受申請 期望在7月份裏頭 能夠陸續發放有關款項 讓市民出來振興經濟 以及支持中小企商戶以及社企 同時他希望商戶到期時 能夠推出不同的優惠 吸引市民消費 換言之這個陳茂波就已經是坐定粒鹿了 就覺得這個財政預算案 在立法會裡頭是過硬的 不會遭到任何的阻力 而且他提前這樣說 就說7月份要派錢 即是脅迫這班非建制派 你反對還反對 就不要在議會裡頭搞拉布 一旦拉布的時候 7月份派不到錢 責任就歸到非建制派那裏 你主要的目的就是想這樣 因為都不是有心派錢 如果你是有心派錢的話 前年派的4000元就不會派到這樣 是不是 又叫那些市民填表格 什麼年代 為什麼現在這一刻又可以用這個 網上銀行 當年曾進華司長的時候 都可以用網上銀行 唯獨是你派4000元的時候 諸多製爪 根本上就徹字重重的關卡 來刁難市民 派得那4000元還要七除八扣 還要審查這件審查那件 還要連郵票寄回去你的資助辦事處 為什麼這次又不用呢 當年你又說派錢 就不符合所謂理財新哲學 你現在又派 很明顯就是台灣所說的政策買票 為什麼你要確保在7月份之前 到手 很明顯就是為了這個立法會選舉 你就要拉攏那些淺藍 中立 甚至淺黃的人 使得這班人 民怨平息 使得他們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強烈的意欲 跑出來投票 你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這樣 不用選擇今年來派錢 往年不派 去年不嚴峻嗎 去年一樣嚴峻 去年不派 這些是多餘的 這些不符合林鄭的所謂理財新哲學 違反了 是不是自打嘴巴 還要派捉一皮 跟捉澳門 你最討厭澳門 那你又跟 這些根本就是犯駁 搞來搞去無非就是為了選舉 是不是 《蘋果日報》揭露 林鄭向中央政府提交的那份工作報告 你自己都寫得很清楚 就說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 就說希望這個選情能夠轉危危機 實情你派錢的目的都是一樣 是不是 你沒有出來否認過 那份東西是 到底有還是沒有真還是假的 審了出來澄清 平時那麼喜歡發的聲明出來澄清 故此市民是不需要感激這個陳茂波的 因為他現在是回水 他是還富於民 那些錢是我們香港人民共同擁有 是你和我也有份的 而且 他上次派這四千元就已經反映得出 根本上是沒有心派 這個特區政府是沒有心派 如果他是有心派的 上次不會用一種綫落的方式來對付香港市民 又要審查 又派了四千元 還要連郵票 這個那樣 根本上當那些市民是狗都不如 你現在又突然派得這麼快? 為什麼你現在又不當市民是狗? 為什麼拿這一萬元不需要連郵票? 很明顯就是為了選舉 搞來搞去就是 如果今年沒有選舉 沒有派的 接下來說一下 珍寶海鮮房 就是暫停營業 很明顯就是沒有了遊客 這是主要的因素 因為 這個珍寶海鮮房 甚少本地人來幫襯 雖然這個海鮮房 已經押立了在香港 四十多年 已經成為了香港的地標之一 但仍然敵不過單一客源 所以 旅遊業界 和相關的業界 包括飲食、酒店 等等的行業 都要痛定思痛 在這次非常時期以後 到底是不是仍然是依賴這個單一客源 你有了這種依賴性 有了這種惰性 就是很嚴重的 不單只是香港 你看看日本和韓國 其實都是這樣 唯一最決斷的就是台灣 他就馬上撤斷了來往 所以他就守得住 在這次的非常時期過後 旅法局一定要積極開拓海外的市場 尋求海外的客源才行 你不要經常依賴自由行 什麼團客 人他就夠多 但是很多所謂的旅客當中 那個消費能力都成疑問 有些是搭帳篷的 有些是住在那些爛鬼賓館的 有些甚至乎在麥當勞那裡睡覺的 那這些有什麼意義呢 你要接受那些 接待那些 應該是高規格的 高端的旅客 最好一個頂十個 一個頂一百個 使得香港不會超負荷 你那些無謂的人 經常走下來 買了那些奶粉、益力多、金沙 什麼什麼什麼 不要來啦 是不是 州鼠也能買 這些無謂的東西 接待那麼多人來做什麼 是益了那些零售店 而且是連鎖的零售店 一般的士多辦館 關他鬼事 那些人會去那裡買東西嗎 會下去摘米嗎 不會的 還有益了那些食店 食店也不是做街坊生意的 又是連鎖食店 是不是 那不如不要搞了 我就寧願在香港 接待少一點 這一類的消費能力 沒有那麼高的旅客 大家都開心 不要整理他們 人又多物質質地 逼著逼著逼著 非常之反感 實情 那些 專門做旅客生意的 就是不行的 但是黃色經濟圈 就成為了那些 黃店的救生艇 尤其是那些食店 大家都知道 經常說飲食寒冬 但是那些黃店 依然是門庭約市的 那些店主就說到了 曾經的營業額 是大跌的 只不過在網上告急以後 上個星期 他們的營業額 每天都在破紀錄 沒有了你們 即是那些黃絲 小店就真的不會捱得過這個月 另一間 專門做燒烤店 他就這樣說我的店主說 做了那麼多年 都沒試過那麼多年輕人來光顧 凍肉都買了 沒有想過那麼強勁 這就是黃色經濟圈的威力 另一間專門做日本菜的店主就這樣說 這兩天真的多了很多人來支持 告急之後那天 真是人多了 沒時間想其他東西 還有就是一間中式的酒樓 都有黃店 不過極少 因為多數酒樓都是藍店 這間海鮮酒家的老闆就說 他一直試酒樓等同一個大家庭 雖然生意不太理想 但是他們都很努力去堅持 不想放棄 去年12月開始 感謝手足的支持 很多手足專程過去這間的中式酒樓 令到他們鬥志高昂 以為雨過天青 可惜好景不常 維持了兩個月 在今年年初五開始 在目前非常時期的陰霾下 大家都不敢外出 政府更加宣告 叫市民盡量避免聚餐 使得生意急轉席 跌了超過七成 恐怕難以應付租金和疲費 本來抱著可以維持下去的希望 一下子都變成炮影 但是自從這個黃色經濟圈的誕生 他深深感受到手足和同路人的熱誠 以及真善美 雖然經歷了經濟下行 但是逆境當中更見得到香港人的互動 沒有大台但是團結的精神 他們不會將這把火熄滅 希望香港再次炊燦起來 這就是黃色經濟圈的威力 當然中式酒樓是比較難的 就算是黃店也好 因為大家都有一種忌諱 但是其他店舖 他們已經是 因為有一個店主心聲的欄目 在網上流傳 都是黃店的店主 感謝那些光顧的黃絲 其實在這個非常時期當中 就是一隻救生艇 因為這群黃絲仍然肯去光顧 無論是堂食也好 外賣也好 變成其他藍店 原來也不行了 現在更少客人 那就掛了 最後想說一下 中國空氣污染 出現了明顯的改善 這就成為了 中國經濟的另類指標 根據美國太空總署表示 最新的衛星圖片反映得出 中國上空的空氣污染程度 就有大幅改善 因為二氧化淡的水平含量下降 二氧化淡主要是通過 汽車的污染 和工廠的污染 而排放出來 現在當然有大幅改善 往年 其實在農曆新年的前後 都會有大幅改善 但是很快就會馬上回復 原狀 今年直到現在為止 仍然保持一種 非常之低度的污染 反映得出 中國的製造業 仍然未恢復過來 而且今年二氧化淡的 含量下降幅度 比過往多年 都更加之大 持續的時間就更加之長 大家可以想到 其實香港的空氣污染 也改善了不少 因為廣東的工廠 仍然未恢復過來 所以大家 可以多吸兩口 如果開街的話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